三喜临门,赵基伟婚礼,杨明,韩德军遗憾缺席,收入超2000万 欢迎大家收看每期视频,视频开头,劳烦大家长按点点赞 你的点赞会让更多喜欢辽宁队的球迷,看到这个视频,感谢大家的支持 北京时间5月18日对于辽宁队的球迷而言,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赵基伟的婚礼 赵基伟在今年可以说是三喜临门 首先携手辽宁队获得本赛季的总冠军 在辽宁队获得总冠军之后,赵基伟又成为了MVP 而现在赵基伟又迎来了人生大事,即将举办婚礼 事业爱情双丰收 赵基伟和CBA各支球队人员关系一直都非常的不错 这一次他在三亚结婚,多支球队的当家球星都会到三亚参加婚礼 目前其他球队跟赵基伟关系好的球员都已经到达了三亚 而辽宁队除了韩德军,李小旭,杨明三人不能到达现场之外 其他的队友都已经陆续抵达 韩德军,李小旭和杨明三人主要是因为有小孩子在上学 目前国内疫情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 害怕形成码出现问题影响小孩上学 所以不能够到达三亚参加赵基伟的婚礼 相信赵基伟也能够理解三人作为父亲的责任 很多球迷比较关注赵基伟这一次结婚大概能收多少份子钱 根据某平台主播爆料称,这一次赵基伟结婚 随的份子钱基本上都是以万为单位的 而韩德军和郭艾伦随理五万元 郭艾伦和赵基伟是辽宁队的双子星 这一次通过郭艾伦的随理也可以看得出来 两个人关系是非常的不错 韩德军在结婚的时候,赵基伟也是随理了三万 作为辽宁队的队长,韩德军这一次是随理了五万元 也可以看得出来作为队长的担当 该主播在直播的时候也是爆料称辽宁队的总经理随理一万元 李鸿庆虽然是辽宁队的总经理 但是收入远远没有球员那么高 这一次李鸿庆随理一万元 该主播在平台当中也表示李鸿庆出手大方 其实这也表示李鸿庆对赵基伟也是特别的重视 同时该主播也是在直播当中大概的算了一下 赵基伟这一次结婚总共收礼金突破五百万 赵基伟在辽宁队多年 之前在辽宁队受伤赛季报销付出了太多的汗水和努力 在上个赛季赵基伟就和辽宁队签订了典型合同 年薪达到六百万 而在本赛季辽宁队获得总冠军之后 赵基伟至少可以分到奖金三百万 同时在上个赛季赵基伟代言某运动品牌每年年薪约七百六十万 再加上这一次结婚超过五百万 那么赵基伟的年收入直接超过了两千万 因此很多球迷认为赵基伟成了人生的赢家 赵基伟携手辽宁队在本赛季获得总冠军 豪尔获得MVP 各种代言合同也是纷纷而来 如今赵基伟是事业爱情双丰收 不过对于球迷而言 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在赛场上看到赵基伟有更多精彩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